我们在一起啊 胡伦贝尔大草原 对 胡伦贝尔大草原 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 他是一个特别内秀的性格 他不太说话的 对 他很少 你要和他在一起 你只有这种灵魂的这种交流 他更多的是在一种行为上 永生很内向 他不是一个太外露的人 所以我和永生我们俩在一起 都听你说 那时候我到沈阳或者什么 我们俩只要在一起 我也有时候也跟他很少说 就我们俩只要存在就行 然后那些永生 哥 但是我们俩一旦要喝酒了 哎呀 那个闸门就打开了 我记得在青岛 我还记得青岛造船厂的宿舍 对对对 现在没了 现在这奥花菜 听着涛声啊 我在那拍那个片子 有丁家丽我们 对 丁家丽对 晚上我真听到 涛声 我声 何永生 涛声 何永生 然后 每天就吃那时候也年轻 真的 那草原人也没太吃过海旋 没吃过海旋 成天灵我去吃海旋 到了一家 这你来讲 我来讲 那时候都没什么钱 八十年代是吗 九十年代初 都没 都没什么钱 然后到一家小酒馆 但是别的菜也点 青岛一种蛤蜊 普通话叫蛤蜊 我们青岛话叫嘎啦 嘎啦 嘎啦 青岛话叫嘎啦 辣炒嘎啦 上了一盘以后 它那一盘也很大 满满的 青岛人石成了 满满的 我记得装到塑料袋里 是吧 把他拿微波炉 那是有微波炉 也有辣椒炒的那种 对 然后炒完以后 第一盘是辣的好像 然后那盘吃了 后来他说再来一份 那就是微波炉了 微波炉的 用塑料袋 那个锡纸我记着 锡纸 打开以后 圆汁的 对 他又给吃了 他说弟弟再来一盘 我又给他弄 我想差不多了吧 嗯 是吧 他那个卡牌啊 很小你是吧 没了 没了 你这跟一二三 数数了 不是 你这没了 鲜和香 对 后来我哥吃了八盘 不是 最后确实是 哥跟你说 没了 店里没了 吃没了 要有的话呢 我还能吃 然后说还有吗 老板说 没了没了 你们全吃广了 全广了 吃广广了 说没了 这才收了 那时候吧 也是说心里话 形体也不太控制 见到家里人了 最后脸上沾的 全是那个姜末 你知道 也喝了 这是真的 对 没了 对 就是